在和平精英里,突击步枪的种类是最多的,达到了10把之多。 按照地图分,有全地图刷新的和雨林专属的。 按照属性分,有全自动的和半自动的。 雨林专属枪械,比如QB-ray。 半自动步枪,比如M16A4。 说起这个半自动,从本质上来说,是一把好枪, 而且会用的玩家能打出很不错的进战效果来。 但是,绝大部分的玩家,还是喜欢全自动的, 因为需要不见断按压的半自动,真的有得难受。 所以,想要慢慢成为一个高手,还是先练好全自动步枪吧。 而对全自动步枪,新手们和高手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, 主要的区别在于,新手们喜欢稳定,而高手们普遍喜欢伤害。 一、新手喜爱,M416。 不是说只有新手喜爱M416,而是说,新手只喜欢M416,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。 M416,不是只有新手喜欢,基本上所有的玩家都喜欢。 之所以在新手这里,突出M416,是因为新手没有其他喜欢的全自动步枪了。 对于一个刚玩游戏的新手,拿着很多突击步枪都打不死敌人, 回回都是人体描边大师,即使打死了敌人也是人机。 但是,当一个新手用过几次M416之后,就发现自己在钢枪的时候,居然也能获胜。 所以,一个玩游戏时间不长的新手,对M416是非常推崇的。 二、普通玩家喜爱AOG。 关于AOG,怎么评价呢? 它就像一个有华丽外表的艺术品。 许多新手玩家第一次用过它之后,就会喜欢上它。 但是,它的内在并不是特别的丰富,在玩家过了热恋期之后,能继续大爱AOG的,就不多了。 所以,普通玩家喜爱AOG,仅仅是一小段时间的事情。 AOG有什么优点? 就是配件加成很大。 虽然同样是枪口补偿器,装在M416上,就没有装在AOG上稳定。 满配的AOG是最稳定的步枪,后座力极小,大部分玩家都能压得住。 但是,除了稳定,AOG就全胜缺点了。 三,上了新钻,会爱上M762。 M762很奇怪,是一个新手和高手,都看不上的枪械。 新手看不上,是因为M762没有M416稳定。 高手看不上,是因为他没有AKM伤害高。 不管是什么段位的对局,击杀播报中,M762的提示很少。 那么,M762没有优点吗? 有的,否则也不会出现在游戏中了。 它的优点,就是决赛宣中非常强大的表现力。 我这里说的新钻,是靠个人实力上的新钻,也就是单排上的新钻。 这些玩家就会渐渐明白决赛宣的重要性,虽然M416很不错,但是在决赛宣中,就是缺少了点什么。 这些玩家的压枪水准,还没有达到高手的水平,这也是他们用M762的一个重要方面。 4.AKM打得好,是高手的标志。 毫不客气地讲,AKM这把枪是真的难压。 很多玩家玩了大半年,AKM也就停留在腰射和鸡苗的水准,装个二倍或者三倍镜,都会压不住。 大部分玩家AKM玩得不好的原因,主要有两个,第一,可替代枪械多。 第二,一般捡到AKM,都是临时充当狙击用。 玩家都这样玩AKM,那高手的AKM,为什么打得好呢? 说白了就一句话,游戏玩得多了。 当你每天压枪,压着压着,也就有觉悟的那一天,一旦觉悟了,你就是高手了,一把AKM也就不在话下了。 5.狗杂才是战神最爱的枪械。 靠狗想要上王牌和战神,是非常非常难第一件事情。 段位越高,加分越难。 如果你狗得好,是可以上到王牌段位的,不过,王牌也就是你的头了。 因为要上战神,每一局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击杀数。 你要是狗进了前十,仅仅就击杀了一个敌人,结算的时候,可能就是个位数的加分。 而且,你不能保证自己每一局都能狗进前十。 所以,上了王牌之后,迫切需要一把好枪,来帮你获取击杀数,而这把好枪,就是狗杂。 到了王牌了,大部分玩家的M416啊,AKM啊都打得可以,你也用这些枪,就不一定能干过敌人了。 而一整局游戏,狗杂的数量是不多的,虽然空头挺多,但是,不一定每一个空头中都有狗杂啊。 狗杂的厉害之处,就是在于配红点加萧一时,异常强大的进战能力。 都是高手了,走位都很风骚,但是,走位再风骚,也可能躲不过狗杂的扫射。 狗杂的优点,是高射速和高伤害,敌人虽然跑得快,一通扫射,命中几发是没什么问题的。 如果是AKM,命中的这几发是打不倒敌人的,而狗杂就不一样,可能命中的子弹更少,但依旧能够击倒敌人。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一点是,狗杂最厉害的地方,不是伤害,而是他的射速。 感谢观看